709中共大抓捕維權律師四週年前夕 數十個臺灣、香港和歐美團體 7日在臺北舉行了中國人權律師獎頒獎典禮 獲獎的唐經齡喊話各國 不能再對中國惡化的人權災難視而不見 要採取積極行動 709前夕中國人權律師獎典禮在臺北登場 聚焦採取行動 我懇請世界各國人民 都不能再對中國不斷惡化的人權災難視而不見 積極行動起來吧 聖地的曙光已在前方 正正為什麼全世界文明的國家 都有把這個不文明的國家 這個政權來圍堵來吸壓 臺灣著名律師郭吉仁強調 中國維權律師的犧牲貢獻世界人權 各國有責任加大聲援 臺灣也做得不夠 前鋪後繼 而且要把他自己不能當作是旁觀的人 也不是只是幫忙的人 事實上自己就是一分子 還要有這樣的精神 國際社會 包括西方政府的支持 關注 包括這個切實的行動 那僅僅是一個聲明 一個表態 還遠遠不夠 人權律師朱婉琪 建言世界各國行動 民間立法行政三個路徑 先從簡單的做起 第一 民間路徑 聯合全世界各地的律師公會 在各自網頁建立受迫害律師欄位 收錄當地和中國個案 提升全球律師的關注力量 並且借進香港三千名法律人 六月反送中 穿黑衣上街 香港的律師界靜默的黑衣遊行的時候 那個力量是無遠復健的 港台的律師能不能夠也發起一個黑衣遊行 讓所有的人權團體和公民團體都能參加 第二 立法入境 加速制定中國人權法 完成立法前每年通過聲援決議 律師為前鋒呼應多項行動 結合NGO非政府組織參與 推動立法院的決議 以及禁止迫害者入境 第三 行政入境 朱暗其坦言 台灣的民眾不夠了解中共的邪惡 政府行政部門應該負責教育 學者陳志柔 王立德 陳瑤華也強調 在海外強化教育 認識中國人權真相很重要 不希望台灣的社會 因為不了解中國的處境 以及可能受到的一個人權的侵害 會誤判很多的形式 同時 各界可以搜集迫害者名單 提交給各國政府 要求禁止迫害者入境 禁止所有迫害中國人權律師的 這些惡人入境 我在六月份呢 給了十多萬 這個迫害法輪功的惡人的名單 給了陸委會的主委 非常感謝就是朱律師這邊提到的行動 我們這些姑息縱容的人 也承擔著一部分的責備和責任 今天的事件 你要麼站在坦克人一方 要麼站在坦克一方 已經沒有中間地帶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林 張東旭 台灣台北報導 在三十年之後我改變的